這不就是陸先生嗎 是 你是陸先生 憲哥好 很少看到你拉小提琴了 對 其實我已經滿久沒有拉了 對 你是念那個 Berkeley 當時在美國波士頓州 對 絕對不便宜 那個地方校風聽說是很開明的 很開明就是大家都很努力的 做自己想做的音樂 對 我以前是學古典樂小朋友而言 算是打開心世界 他們有沒有就是說在台灣是禁職的 但在波士頓是OK的 有這種東西嗎 多多少少 就是 就有一些州是合法 對 哪開不無停 對 是 拉了一首好琴 是 結果你這雙手竟然去做 不衝突 不衝突 都是要拉 都是要拉 你要拉麵 對 我為什麼要叫你去做老糖牛肉麵 你可能不知道爸爸的用心 是 對不對 我想把你從藝能界支開 到縱走 有多遠 走多遠 是的 今天叫他回來 而且直接到台南去了 是 離蠻遠的 我考慮最近在 鵝鑾筆那邊開 太遠了啦 最南邊 還在本島就可以了 那邊開完以後你就準備學 那個菲律賓那邊的畫 往南亞去發展 你就往那邊去 你能躲遠你就躲遠 人家也是有才華好不好 上次來彈鋼琴 這是拉小提示 都會 而且又會索納 而且憲哥非常的懷念那一段日子 就是家裡 跟兒子之間的關係 很值得懷念 就是你不在台灣的那一段日子 你就短短三年 你有交流的時候 短短三年 還有索納你也學了這個 對 我當時會選索納 其實也是有一點 怎麼那麼特別 當時我也是國中音樂班 音樂班的小朋友被桌說 你們一定要去參加國樂團 就硬性規定 然後大家入學 那個時候國一新生 中午其他普通班的同學 都已經回家了 剩下音樂班的小朋友在教室 家長們在爭論 他的小朋友要選什麼國樂器 OK 大家在那邊名爭暗鬥 是 真的就搞了三個鐘頭 下午三點我說我吹索納好了 我就回家了 最後就只有兩個索納 沒有人要的 沒有人選 不想要吵了 對 大家對這個樂器印象比較 就是比較特殊 對 想說婚喪喜慶的對不對 但其實索納吹起來 它也是可以很漂亮 你在那個學習索納那一段時間 基本上 家裡父親房地產暴跌 你知道嗎 對 先跟他講 陸西派那時候學索納 也是想進一片笑戲 我以為是 沒有啦 算是玉璽 對 來 我親自吹奏 學音樂的孩子 是 家裡都有一些 都有一些嗎 是不是家裡真的有晃 還是這是迷思 我覺得 因為我其實從國小 是沒有讀音樂班的 國中高中才進去 去到國中的音樂班才發現說 同學好像真的都跟大家 傳言的音樂班小孩一樣 都很媽寶 都很需要家長照顧 然後家裡都還滿有錢的 我國中有一個女同學 真人真是 她到國三的時候 她在那邊哭 找自修在那邊趴著哭 大家知道她很害羞內向 什麼事 就是透過女生去旁敲車 才發現說 她肚子餓 為什麼肚子餓要哭對不對 這是小朋友的行為 都國三了 已經15歲了 這邊不是小朋友 原來 她不敢跟陌生人講話 以至於 今天家長沒有給她準備早餐 她沒有敢買 她不敢去買 她根本不敢講 真的 不是吧 真的 就是真的保護著 這個有社交障礙了 完全是 不會吧 對啊 不會吧 你們沒遇到 我沒有 對啊 妳敢在 念了大學第一天就有 老師 我要洗腳 妳要洗腳 她只是叫洗腳 喂 這麼嚴重 這是真的 對啊 妳學音樂有花到家裡的錢嗎 妳有累積了多少錢 妳的鋼琴聽說美金12萬 差不多 對啊 因為當時我算是很精英教育的 每天八個鐘頭 至少五個鐘頭補習 一堂課都有2000起跳 就從這樣子 二年級就補到了高中畢業 然後再包含這些昂貴樂器 鋼琴還有交通的費用 是 有逼近千萬了吧 千萬 對啊 有逼近了 快要追上三節了對不對 三節更高是不是 不是三節更高 畫畫是不是 主要是三節沒有學樂器的 畫畫更貴 畫畫比較貴 畫畫更貴 音樂跟畫畫你都包了 畫畫跟音樂都很花錢 妳真的 人本來就是這樣 很猛 家長 所有家長聽著好不好 認命 好嗎 這是什麼 欣賞他 他那花了1000多萬 大概1200萬左右 那1100是花在房租 房租 你到底住多好 你是不是還當二房東 沒有 你等那個租金多少錢 我雖然聽起來很貴 可是我是三個人住在兩人房 我睡客廳 我是廳長 一個月1200美金 對 所以三個人是3600 一個兩室一廳這樣子 那你是房東 沒有 我是 我睡客廳 別人在談戀愛的時候呢 只能夠戀琴 對不對 掌聲是用眼淚換來的 這麼痛苦嗎 真的假的 我是 我還好 因為我是一直以來 都是作曲主修 所以閒暇時間比較多 談戀愛這種東西 就是比較需要一些天分 需要一些才華 對 所以我很多時間都會 泡在情房裡面這樣 對 幫女生調音 所以等於是剛騎距離的 販案工具 好好的 趕快空氣 然後呢 就我是覺得 戀情戀愛兩不誤 兩不誤 這個戀情談戀愛兩不誤是什麼 就當時我高二的時候 讀中正高中 我們都會有共同科目 四上天的月裡要考試 分班就是照能力 A B C班 然後三個年級打散下去 所以你是有機會 跟不同年級的人同班 我當時就想說 有一個學妹 漂亮 漂亮 我故意 最後一題不寫故意 故意不寫那一題 我知道我分數會在哪 我去B班陪他這樣 還可以是控制的 原來是音樂界的溫紗公爵 你本來要在台灣讀大學 對 當時我其實高中音樂班畢業 成績其實滿好的 當時憲哥就跟我說 所以你是要出國讀書還怎麼樣 我就說我要跟學長一起去考北藝大 我們作曲系的什麼 後來憲哥就說 你如果不出去讀的話 回來有一天將來會怨對他 對 你那時候就想把他送走了 對 很早 你真的用心講 真的 17歲的時候 OK 然後後來我就是好啊 想說姐姐們都出了國 我就去考了一個Berkeley 然後我當時就想說 去Berkeley音樂學校 他是走比較流行一點 比較現代一點 我大展長才 我也會唱歌什麼 玩玩 我想說 最近這個學校很多華人 我要好好利用一下憲哥的名氣 結果搞到最後 大家只認得那個 可是我混得還不錯 憲哥的名字沒有用到 完全沒有用到你的名字 還沒用到的時候 我跟憲哥報告一下 因為他們很多中國留學生 他們就會記得說 那個台灣來的他講話很好笑 給他麥他就可以做活動 我後來去主持了哈佛的春晚 我去主持了那個哈佛 真的 哈佛 而且還是三校聯合的春晚 哈爾濱佛學院 不是 哈佛 就是第一學府哈佛的春晚 是我主持的 真的沒錯 對 然後你看我當時 還很有造型 紫色的 粉毛 這些都是樂手 這些都是學校 對 娜娜 這我學妹對不對 在那裡表演 所以當時回台灣就很有名心 想用憲哥的名號還用不到 用不到 不太需要 還沒用到你就已經被Focus了 而且還不是只有哈佛的春晚 我還有去東北大學 擔任主持人是他們的聯誼晚會 聯誼晚會 然後還當天晚上牽成了三對家 這個你也去啊 那跟你很像 你很會配對 我愛紅娘 我愛紅娘 對 然後就是什麼學姐挑學弟 學妹掃學長這種的 你個人挑了三個學姐 沒有 我當天就是拿美金做事 我就走了 對 當時有一些小活動 不錯 好像在美國感覺 混得很好 混得還不錯